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编门牌合并这件事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两点 是哪两点啊 这两点分别为税金的缴纳 以及日后出售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税金缴纳的部分 在现行房屋税制中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若在全国共持有三户以下的住家 都可以采用自住1.2%的税率 而从第四户开始 会列为非自住 就会依照各县市的规定 最低1.5% 最高3.6%的税率计算 就是针对第四户开始计算的非自住住家 采用差别税率来克税 让持有越多房子的多屋组缴纳更多的税金 以侯小姐的情况来说 假设她现在买的是第四户的房子 那么就有可能被克征囤房税 原来如此 这行假设侯小姐合并门牌之后 这样算是一户还是两户啊 若侯小姐将房屋打通后 并且合并门牌 财政部会从宽认定 两户合并为一户使用的房屋 只要向户政机关申请门盘并边 且符合自住房屋的条件 即可视为一户 持有房屋户数全国总计在三户以内 还是可以按照1.2%的最低税率 来克征房屋税 原来是这样 如果合并门牌后 那假设未来要出售房屋的时候 房地合并税的起算日 我们是要看第一户取得的时间 还是第二户取得的时间呢 总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合并后因为全赚会有两张变成一张 所以在购买第二户时 要保留原本购买的供契记录 当你要出售房屋的时候 不需要再做分割门牌 只需要举证后来取得的贫数与时间 国税局就会按贫数比例 来克征相对应的房地合一税 原来如此 这样听起来合并门牌可以结税 不错啊 可是总编 合并门牌之后 同时也要考虑到日后分割出售的问题 分割问题 是的总编 你要想哦 现在的人比较少买大贫数的房子 当房子卖不出去时 可能就要做分割 假设侯小姐日后出售 要做建物分割的时候 还需要再申请水电表啊 同时减负消防安检合格的相关文件 申请过程是相当繁杂的 原来日后分割还有这么多流程 要注意 如果是像侯小姐已经持有三户房屋 第四户房屋打通后合并 是可以节省囤房税 但如果要考量未来有要卖房子的可能 或者是没有像侯小姐 已经持有三户房屋的观众 则要考虑合并容易分割难 合并之前确实要三思哦 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捍卫消费权益 若你买房卖房交易有纠纷 请让好房网新闻易物理事团来帮你 没错有买房卖房的交易纠纷 可以点选影片资讯栏的爆料专线连结 或少画面的QR Code 联络我们QR Code在这里 当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哦 伸张进入阵营 捍卫消费权益 真相大追及 我们下次见 不愿意 不愿意